今天公司的感覺好像吃不太多 吃不太到東西 我想來問問看閉氣喔 欸你們到底怎麼知道 公子裡面那麼多有隻企鵝 每天都有吃的飽飽的了呢 那各位不用替我們企鵝擔心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的企鵝喔 也會發現呢 它的翅膀左右兩邊喔 上面呢都會各有一個彩色的環喔 那這彩色的手環呢 大家就裝飾用了 這是彩色的手環喔 它叫做識別環喔 那識別環的上面呢 每一種顏色啊 都可以對應到一個數字喔 所以呢這組識別環喔 就是主人這隻企鵝它的編號喔 這有點像是我們人類的身份 真是一樣的道理喔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我後方喔 我叫餵食的時候呢 還會有的人拿綠色板子 他都登記喔 這樣子呢 我們就能知道 我們企鵝呢 今天這隻喔 他已經吃了多少就吃了魚喔 或者是哪一隻企鵝呢 他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喔 那如果呢 還沒有吃東西的企鵝呢 我們也會主動大魚喔 給這些企鵝來吃喔 哇原來 我們企鵝翅翅 那時候上那個漂亮的手環 不是裝飾不是愛漂亮用的啦 而是不同的數字 就不同的顏色 就代表著不同的數字喔 所以其實每一隻是別環 就很像我們人類的身份證字號一樣 民主黨委員 以及後方的事業人員 趕快眼明手快看 那是邊跑一號的企鵝 今天吃了幾尾 就要馬上的登記下來 開始以來 他們就可以確保 裡面每一隻企鵝今天都吃的包包的 大家等於說有一些企鵝 還沒有達到今天的食料 當然啊 也會比較多的關切 來看看是不是今天 比較溫足一點點 或者是有感冒生病等等的情況 也都可以就近的來觀察囉 好 那現在已經認識完企鵝到底是什麼東西 欸有知道身上這個識別環是怎麼用的囉 可是喔 看到企鵝膏子裡面 那麼多隻企鵝 有沒有人可以跟我講 裡面到底有幾種 幾種的企鵝啦 就沒有兩種的請出手 好 三種的 四種的 五種的 有沒有人舉超過五種的 呵呵 看起來也五花八分的 雖然長得很像 可是有一些小小的特徵 的確不太一樣啦 那現在就請我們裡面的企鵝 很專業的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還是團體頭靠你的幾種不同的企鵝 來跟大家見面呢 是的 現在全世界呢 都有十七種不同的企鵝 那在我們海鮮管之內呢 你都可以看到四種不同的企鵝 那我現在就一定來問各位介紹 首先呢各位可以看到 站在我右邊的企鵝 這種企鵝呢 它叫做阿可麗企鵝 那阿可麗企鵝呢 它的特徵是 它的同步 進去的那一個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它的眼睛 你會發現它有眼睛周圍 它會白白的一圈哦 所以你一看 你看阿可麗企鵝 你會感覺這種企鵝的眼睛 它特別的大一顆哦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 好像在我最前方的這種企鵝 這隻企鵝呢 它就是巴布亞企鵝 那其實呢 巴布亞企鵝呢 它是我們廣內部 先提醒最大型的企鵝 那巴布亞企鵝的特徵是哦 它的頭部上面還有這樣 白色的刀三角形的板塊哦 所以看起來呢 它也像捷鵝 捷鵝肉 捷鵝在它的頭上一樣 也因為這樣子呢 巴布亞企鵝呢 它就有另外一個提升哦 這個身體企鵝哦 那其實呢 這巴布亞企鵝呢 它有所有企鵝 這巴布亞企鵝是最大的哦 它最快其實呢 沒有達到每小時36公里哦 那再來呢 我們廣內還有兩種氣哦 都呢 它現在啊 它現在在我的周圍哦 那首先呢 我就來介紹我們廣內 另外一種非常可愛的氣盒 它就是夾帶氣盒哦 那夾帶氣盒呢 它的臉部哦 是全白的哦 但是呢 其實它的眼睛上面 還會有點彈黑色的線通過 所以看起來 都也像在戴著一笔帽子 在頭上一樣哦 因為這樣子哦 夾帶氣盒呢 它也叫做泡帶氣盒哦 那最後呢 我們還有一種氣盒呢 那種氣盒呢 還蠻漂亮的哦 所以它好像變成的那種氣盒 它叫做馬可蘭的氣盒 那馬可蘭的氣盒 那馬可蘭的氣盒 那它就覺得是 它的頭上呢 它有非常漂亮的 清爽色的一條 那它的氣盒 那它的氣盒 是屬於紅色的 是不是又是馬可蘭的氣盒 它就特徵了 那身體上四種氣盒呢 就是不可以講 海鮮管道的氣盒 哇 剛剛比起如蜀加珍 我真的講了好多不同種類的氣盒 那現在我來考考大家 看你們到底有沒有仔細聽哦 頭頂上有像蝴蝶姐 有兩塊結在一起的 哎叫做巴布亞氣盒 另外一個策劃叫什麼 很像蝴蝶姐 所以叫什麼 生日氣盒 哇看有這個大家 剛剛真的都很有認真在聽哦 這管內目前就有四種氣盒 來跟大家見面哦 哎那看到這裡沒有這麼多氣盒在裡頭 我相信大家在基地水部區這邊待了一下下 我覺得這邊的溫度比較低一些些 好像有 那這邊呢 是大概只有15克C而已 可是我看到米奇還有其他自由 在裡面穿的很像薄肉髒腰 裡面特別有怎麼冷啊 裡面暗漲的溫度 可以大概有會溫到5度C左右 那水溫稍微高一點點 因為畢明水面潔壁 氣也沒有辦法自由上上下下 所以水的溫度大概是5度C左右 可是氣也為什麼可以在那麼寒冷的環境下 而不會覺得呢 想必身上一定有一些保暖構造 那現在大家趕快請名其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氣兒身上這個保暖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麼咯 沒有錯 其實那氣兒他自己本身呢 就已經具備了四種的保暖構造了 那首先呢我來介紹氣兒他最外層的羽毛層哦 氣兒他這個羽毛層會均勻地覆蓋在氣兒的全身哦 那這個可以仔細看一下我們氣兒吧 你會發現他的羽毛層上面 有一個優優亮亮的感覺哦 就是因為他羽毛層上面哦 還有一些油脂哦 那些油脂呢 能夠保持氣兒他在潜水的時候呢 身體被水弄濕哦 那第二層呢就是氣兒的空氣層了 這空氣層的原理哦 就是跟保暖構的原理是有一點講的哦 他能夠保持氣兒裡面的熱量散失出去哦 那之後也可以看一下我們氣兒啊 他如果在潜水的時候呢 他一直潜下去 旁邊一直有小泡泡一直跑出來 也就是因為有這個空氣層的原因哦 那第三層呢就是氣兒的皮膚層 這裡面呢氣兒他又是脂肪層哦 只是氣兒他脂肪層的後部哦 算是蠻厚的哦 他的後部呢 可以達到二到三公分哦 也就是因為有這四層的保暖的構造呢 所以氣兒呢 他才沒在這邊穩冷的環境下很真準哦 然後懷疑的氣兒身上已經偷偷穿了四層的呆了 所以剛剛有小朋友問到 氣兒為什麼游泳的時候 身後會穿著漂亮的套套 不是剛吃飽在偷放屁哦 而是第二層空氣層來到水中會沈擊壓倒 空氣就呼呼呼呼的爆了出來哦 所以你可以證明他們空氣 他裡面第二層真的是空氣層 用來保溫的這一個效果了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後方的資源 好像也都會有一個差不多了 而且氣兒也很現實哦 沒有東西吃之後 就不再靠近雲奇身旁了啦 所以最後在這邊 我們剛剛要把時間開放給現場的各位來賓們了 有個人跟市場還有任何好奇意外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舉手 直接來熟問雲奇哦 來現場的各位家人們 大家